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犯最低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被告人陆某外号小辣椒与黄某因小事发生矛盾 双方约定于2018年2月25号晚在南宁市永和桥聚众斗殴 当晚小辣椒纠集万秀村莫某 陈某 邓某等上百人来到永和桥赴约 当他们走到永和大桥南金砖茶城门口时 刚好与黄某纠集的大沙田一房约二十人相遇 狭路相逢 双方拿出刀具钢管混打了起来 互扔自制的爆炸物红牛罐 因为双方人数悬殊 没多久黄某一方被打跑 和他一起来的方某被砍伤 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鉴于225永和桥聚众斗殴案的人数多规模大 打架视频经网络广泛传播之后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经审理后决定对被告人从严从众量刑 今天上午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对六名被告人进行集中宣判 贝格不小齐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贝格多月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贝格陈美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贝格梁浩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贝格邓云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贝格黄先席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至此R25永和桥聚众斗殴案全部审结完毕 今天上午江南法院还同时对一起因追讨钢财款引起的故意伤害案 和一起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案进行集中宣判 根据被告人具体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意程度及社会影响 分别做出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至三年两个月不等的判决 主要是通过对这些有走在黑暗犯罪边缘的被告人进行严惩 对潜在的黑暗犯罪进行警示 进了对辖区的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12月17日 我们在这里是炒面配学 是为了祖国的亲爱能为甜咸豆腐脑站上实业